我们今天轻松一下,来听一个贝多芬最著名的小作品,钢琴曲献给爱丽丝。 关于这首钢琴小品,有一个传说,据说这是贝多芬为她的一位女学生特雷泽而做的。 当时贝多芬近40岁,在教学中爱上了这位女学生,于是写了一首小曲叫做A小调,巴加泰勒。 巴加泰勒在德文里面的意思是小玩意儿,她在乐谱上写献给特雷泽。 这份乐谱一直留在特雷泽手里,后来这位女学生去世,人们整理她的遗物时才发现这份大师手稿。 后来这份手稿出版的时候,标题被写错了,献给特雷泽写成了献给爱丽丝。 想更正的时候,这首乐曲已经迅速流传开了。 贝多芬的女学生非常多,她爱过的也不少,献给特雷泽,献给爱丽丝,献给爱米丽,其实都没什么区别。 她最终是为了献给真挚的爱情和青春岁月。 这首乐曲非常适合初学钢琴的女孩们弹奏,也是女孩子都非常喜欢的。 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登台表演,弹的就是这首乐曲。 这首小作品是一首回旋曲,大约三分多钟。 回旋曲是一种主要段落反复回旋的曲子,主要段落就是里面最好听的那一段。 这个段落出现了三遍,中间穿插两个稍微难谈一些的段落。 如果把主要段落当作A的话,它的结构可以简单概括为A B A C A。 其中第一次出现的插曲段落B是一个稍显散漫的段落,可以自由安排速度。 但后面有一段加速的华彩,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一段加速的比较难,需要反复练习。 后面第二段插曲段落是往低音区发展,有一个低音持续音,与之前的优美流畅构成了对照。 此处让乐曲积蓄力量。 我们知道同音重复或者魔镜可以让音乐逐渐积累力量,之后让音乐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音乐写真正的高度积蓄力量。 如此看来我觉得这不仅是一首流行曲 它也是一首教学用曲 给初学者一些演奏技巧的难度 如手指的灵活性练习 也有手指的力量练习 给他们一些练习和挑战 通过完整弹奏可以获得演奏技能的长足进步 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上台弹琴 就是弹着手献给爱丽丝 这是我自己挑的曲子 因为觉得太好听 好像平时枯燥的手指练习都是为了它 上台表演也就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了 我花了很多时间练习其中两个最难的段落 每次到那里都好紧张 怕自己出错 每次克服两个困难的插曲段落之后 最后回到优美的主题 都好像是一次奖励 我一点也不觉得上台谈它是困难的事情 相反觉得它那么好听 一定要谈给同学们听一下 要是下次有线下活动的话 我也不介意谈一遍给大家听 但今天我们先来听大师谈 有意思的是 大概是它太流行太简单 我几乎找不到大师谈它 网上能找到的最多是波格雷里奇的版本 波格大家都知道它是最帅的钢琴家 它出名是因为钢琴比赛 但并不是因为钢琴比赛得奖 而是因为它在钢琴比赛中落选 著名女钢琴家阿格里奇 对于她的落选非常的愤怒 离席而去 这个事件呢 让它一下子沉迷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听贝多芬写的温柔的曲子 由其感动 因为这是一头狮子的温柔 最凶猛的人是最温柔的 因为她这样的温柔是无限的 完全陶醉的 毫无防备的 因此这样的温柔也是最有力量的 把你整个人席卷入她的梦乡里 说到献给爱丽丝 我想起来的是贝多芬的八卦 贝多芬公开发言总是一本正经的 说她不需要婚姻生活 她说 如果我把我的时间花在这样的生活上 那么我哪还有精力来为有价值的高尚的事业来工作呢 艺术家不需要婚姻 但艺术与生命却都需要爱情来点燃 根据她的学生透露 贝多芬一辈子都在谈恋爱 最长的恋情也不超过七个月 鉴于她的超大工作量 猜测她的大部分恋情只是停留在 献给爱丽丝那样的调情阶段 尽管每段恋情都非常短暂 但贝多芬不是轻浮之辈 每段都是真心可见日月 在贝多芬留下的书信里面 有一位匿名的不朽的恋人 他写了不少情书给她 激情洋溢 我的天使 我的一切 我的我 我有满腔的话要向你诉说 啊 我常常遇到这种时刻 要表达自己时 语言不管用了 要冷静 爱我 今天 昨天 我流着泪对你何等可念 人们都想知道 他爱的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后来在传记里面 这位嫌疑恋人的肖像排满了整整两页 大部分都是他的女学生 一些名字 像朱莉塔 还有特雷泽 就是献给爱丽丝的那位特雷泽 看着都非常的眼熟 贝多芬的一些奏鸣曲 都是献给他们的 后来呢 罗曼罗兰为了维护月圣的形象 去掉了两位已婚的女人 咱们伟大的月圣 引诱有夫之妇 说起来有点有伤风话 有一部电影叫做 《至永恒的恋人》 是贝多芬传记 他用排除法 经过一大圈筛选 以激情而迷乱的镜头 告诉我们 这位永恒的恋人 之所以无法公开 是因为他就是贝多芬的弟媳 也就是他的宝贝侄子卡尔的生母 这当然是杜传的 因为贝多芬不顾体面 争取卡尔的抚养权 而被胡乱八卦出来的 另一位重点嫌疑女人 也是一位有夫之妇 她叫约瑟芬妮 曾经是贝多芬的钢琴学生 据说她曾与贝多芬有过一段恋情 她的小女儿个性强烈 而且很有天分 没眼看起来 简直就是贝多芬的私生女 当然还有别的猜测 贝多芬总是将奏鸣曲献给这位太太 那位小姐 心意端显的 调查起来应该困难不大 这位女子之所以不可公开 很可能是已婚的贵妇 在这首献给爱丽丝里面 我们听见了后来在 舒伯特 舒曼等人作品中的情愫 也就是说浪漫主义的情愫 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就已经出现了 这大概是贝多芬在音乐史上最了不起的地方 他是一位集古典主义大臣 开浪漫主义先河的人物 一位在音乐史上承上启下的人物 自他开始浪漫主义这种风格出现了 古典音乐是讲究均衡节制与秩序的 它有一种典雅的云秤之美 而浪漫主义追求情感的表达 追求个性化的情感表达 在贝多芬的音乐里面 我们已经听见了 真实的情感表达超越了对美的追求 最终让贝多芬突破古典音乐的 是他真挚而深沉的感情 他与古典乐派不同 他没有客套化 爱或恨 温柔与伤感都是刻骨的 他的每一句都会说到你心里 他不讲什么对称和规则 有一个富有创造力的灵魂 他是那种扔掉假发敞开胸膛 冲进古典主义圣殿的 在他年轻时代的音乐中 我们就已经听见激烈真挚的情感表达 所以他的音乐是很感人的 其他的古典乐曲都是喜气洋洋 而他已经悲怆地震撼人心 哀伤地感人肺腑 所以说月光或者献给爱丽丝 对于贝多芬来说 不仅是一种美学 更是浪漫主义的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